因中共病毒疫情推迟的中共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 分别于5月21日和5月22日在北京举行 过去一年多内 共有22名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及7名政协委员去职 7名政协委员去职包括刘强东 自2019年3月中共全国政协会议闭幕以来 过去一年多内 共有7名全国政协委员去职 将缺席今年两会 最新公布的三例是鲁信集团原总经理向开进 辽宁府顺市原副市长张宏 天津市第一中信医院院长沈中阳 据中共官媒5月19日消息 中共已通过了关于接受向开进张宏 请辞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 和免去沈中阳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 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7名去职的全国政协委员中 有3人被撤销委员资格 4人请辞全国政协委员 其中包括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 22名中共人大代表去职 包括4名高居军官 据公开消息统计 过去一年多内 共有22名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去职 将铁定缺席今年两会 22名去职的全国人大代表中 至少有17人士涉嫌违纪违法等原因 被责令辞去代表职务 其中包括两名副省级官员 还有4名高级将领 这4名高级将领分别是 战略支援部队前副司令兼参谋长绕开勋 西部战区陆军前副司令员徐向华 海南省军区前政委叶青 江苏省军区前政委孟中康 另外两名全国人大代表在2019年去世 三人因其他原因辞职 马化腾因身体原因将缺席两会 5月18号多家路媒披露 中共全国人大代表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因身体原因请假 将缺席今年两会 但并未披露具体的身体原因状况 2019年底 马化腾因腰伤复发 缺席了腾讯年会 2014年 马化腾也曾因腰椎臼患复发 缺席当年的两会 有网民猜测 估计是要取消他的资格了 自我感觉苗头不对 赚了黑心钱 另有网民说 有钱人怕死 害怕传染 马化腾于今年1月份 卸任财富通董事长和总经理 去年9月 则卸任腾讯征信法定代表人 腾讯的微信QQ相关产品 均被外界指认帮助中共监控民众 近期有报告显示 微信还将监控黑手伸向海外 都没有跳过显示 都没有犯下来